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嗎 丁字褲 這是老人在穿的 我們小孩子又沒有在穿 而且我們穿內褲 屁股還遮得比較多 我們要代表藍嶼去參加這個比賽 所以我們藍嶼出去穿內褲 對 孩子低頭不語 老師顏值局從未想過 一個自然又簡單的提議 卻在藍嶼村落裡掀起了軒然大波 你們當然是要穿你們的傳統服裝 不然你們要穿什麼服裝 他們說我們穿內褲好了 我們不要穿丁字褲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被嚇到 我根本沒有想到他們會那麼反彈 原來象徵達悟傳統的丁字褲 早已隨著老人家凋零 乘逢在過去的歷史裡 因為他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有人穿丁字褲了 然後有一些小孩跟我分享說 他們如果看到老人穿丁字褲 他們還會丟石頭 對 他們還會嘲笑 會在後面追 15年前 顏值局剛成立小飛魚文化展演隊時 發現這兒的孩子 對傳統文化打從心裡不認同 這讓他非常衝擊 但卻從沒有想過要離開 原來他大學時參與了社團團氣 到了蘭嶼帶活動 與孩子結下了緣分 離開時的納木 成為他日後成為老師的動力 然後他就坐在那個矮牆上面 他都不講話 然後我就進飛機 然後飛機就加速了 所以我就看到他爬起來 然後就開始追飛機 追飛機 然後飛機起飛的時候 他就拼命揮手這樣子 然後我就眼淚就一直掉下來 然後我就在心裡禱告說 我如果像這樣的地方 我就 我如果進得來 我就一定不要再走了 這份感情引領著他 再度回到島上 這次的約定不只是留下來 更要帶著蘭嶼的孩子們 找回他們傳統的驕傲 當那幾個小的穿完之後 他們就開始 然後就玩起來了 玩起來就說 那我們要穿出去給他們看啊 他們就好好的衝出去 然後後來玩久了之後呢 那些大德就說我們也要穿 我發現同踩的力量很重要 我們跳到 不會啦 你在想什麼 我看 好 妳吸吐吐 妳吸 那麼長 還吸 我說這個前面還那麼長 不要怕 好了 可以了 好嘞 預備 表情 大一點 那個誰 中間這位 大一點 手 手 手揮到最大 教室裡的演練 終於要在族人的面前展現 打舞族的飛魚步 終究要跳回屬於他們的大海 跳舞的孩子不覺得辛苦 但是只有族裡的長者知道 這一段返回打舞傳統的路 有多遠 家長其實都很 家長其實都很 尤其是男家 他們自己沒有 沒有信心 再穿回去 看到小孩子穿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有被激勵的感覺 這一刻 教會了孩子 也喚醒了大人 這群小飛魚能做得不僅僅如此 他們帶著族人的祝福 踏出了國門 當蘭嶼的孩子 唱出沉睡已久的達悟驕傲 小島上的青年也不再沉默 返鄉 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口號 藍波安大學念的是航海系 畢業後接觸的大船 跟記憶裡家鄉的拼板州 相差甚遠 依然就讓返鄉 跟著父親的身影 回到祖先的臨地 伐木造州 也是算是說 我心中一個夢想吧 因為說實在 我不喜歡坐機動船去抓飛魚 所以我說 跟我爸討論說 我們要照那個拼板船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出去這樣子 一起去抓飛魚這樣子 這些都有用嗎 這些都有用嗎 要說一說 蘭博安的父親 夏曼蘭博安 是知名的海洋作家 至今出版過十一本著作 獲獎無數 文學界稱他是個 翻譯海洋的男人 形容他能夠一首寫作 一首操獎 造訪父子倆 造舟的基地 發現這樣的形容 很貼切 有時候轉舟我會在這裡寫作 夏天的時候 帶電腦來這裡寫寫作 夏曼蘭博安 一邊介紹著 一邊跟後頭的兒子 講解可以拿來造船的 樹種木材 夏曼蘭博安 這個是自然生的 這裡很多羅漢松 還有他們的那個烏木 無星石 那個都是我們自己種的 棚子內 父子倆平板舟已見雛形 每一個男人的船 就是一個家庭的海洋 而造船這個部分 傳遞著親子之間的 一個親密的關係 造一艘平板舟 從選材製作到下水 大燒食人做的 至少要花上三年 現今島上很少人造舟 蘭博說自己在家裡 也已經12年 沒有再造平板舟了 為了這次的大工程 父子倆先回祖先的林地 每砍一棵樹 就得再種回一棵樹 而且砍樹前 還會跟樹對話 這是南無人 敬重大地的精神 他的這個 我們叫做船的腳掌 就是這個底下這個部分 它是我祖父的木頭 從西方科學來說 所謂的那個保密的觀念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是用文字來去建立 是一種信仰 是一種身體 跟樹建立一種關係 親密的關係 夏曼南波安堅持著古法來製作 當兒子想用現代機具 快速切割木頭 此時父親遞上了他的斧頭 這個手在這裡 才不會那個 手要 對我來說 在傳統上方面 確實是很多事情 我要值得跟大家學習的 對 因為其實從過去來說 阿公在叫我爸爸的時候 其實沒有像我爸那種細節 他只會可能說 講哪裡哪裡是哪裡這樣子 可是我爸就講很多細節 給我聽這樣子 所以說我就盡量吸收 這艘船足夠承載負責二人 前後各一個漁艙 雖然要豐收 但絕不過量 這是達悟族愛護生態的表現 我們只有簡單的工具來去抓魚 變成了 就是說 適可兒子 因為這個船 我猜我跟我兒子 如果說這個船做完的時候 這個是我的漁艙 這個是也是漁艙 我猜這艘船 至少可以裝差不多500條飛魚 還不會成 平板舟在達悟人的心裡 不只是捕魚的工具 更不是發展觀光的力氣 而是承載達悟族人的一生 以及蘭嶼的整體文化 造船是達悟 就這個民族達悟男人的一生的 一個天子 就像飛魚一般 離開了總會回流 愛上這座島嶼的老師 為了孩子再度回到島上 夢想航海的達悟青年 返鄉 只為了那一艘 專屬父子的平板舟 飛魚們何須約定 大海總會牽引他們 回到小島 回到最初 現在很多災害點 каждый鐵海的腳 中突然中 送注出